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乙琪 很高兴见到你们 收到奔跑的邀请 第一反应是什么 感觉 其实在国内 我目前为止 还没有很多的机会 去参加国内的综艺 然后一下就是 这么好的一个节目 然后给到我 我觉得 一个是很荣幸 然后就是觉得 超兴奋 我一定要做好 就是很有信心 因为我真的 本身就是旁边的粉丝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要好好干一场 关于私名牌的技巧 有没有像卑鄙取经 卑鄙姐跟我讲 怎么讲 就是私名牌的时候 女生会吃亏嘛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卑鄙姐女孩要怎么撕 她说 就挠痒了嘛 就男生挠痒 就跟他们闹着玩就行了 不用真撕 我说 好嘞好嘞 我试一下 就她会教我 怎么去玩这个游戏 私名牌最想挑战哪位队员 陈叔叔 陈叔叔呢 其实我特别想 跟陈叔叔撕一下 因为我觉得 那陈叔叔 他对女生心软嘛 但是 其实不用把我当成女生 因为 我也是个女汉子 语气逆逆嘛 所以我觉得 我还跑得挺快的 所以我还挺想试一下 实在不行 咱现在 硬的不行 就软的来呗 所以实在不行 朋友们 真的 太 太好玩了 太有意思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准时观看 收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 真的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真的给带给大家 真的欢乐 然后也 再通过这个节目 能感受到温暖啊 包括这些 团结啊 能感受到我们的力量 所以 我们节目 我们一定会容易去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